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重波的柱波 我们拿空气柱来做一个例子 在空气柱里头传播的柱波 传播的行进波 因为它的不管是位移波还是压力波 还是密度波 它的波函数都跟我们以前讲的横波的波函数呢 是很类似 那么在空气柱里面 如果有一个我们现在讲空气柱我们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两端都是开管的 两端都是开管的 像我们中乐器里面的销 吹销 销我们称它叫做冻销 就是你从这一头可以看到那一头去 当中是空的 这个是销 这两头都是开管的 好 当这个空气里面的行进波 比如说从这边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因为里头跟外头啊 不太一样 就是说空气虽然是同一种空气啊 但是里头受这种边界的限制 而外头不受限制 所以我们可以当作是两种界质 好 那么于是这个行进波到这里以后呢 它就一部分的就穿射 一部分就反射 那么反射波跟穿射波跟入射波 在这个当中就形成了干液作用 干液作用以后啊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那么它这里面会形成这种 驻波的形状 那像这个就是波节了 这两边呢 靠近开管的这两个 镜头啊 因为空气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自由的震荡 因为重波是这样震荡的 没有东西阻挡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接近于它的波腹 但是不一定是绝对的波腹 就是波腹的附近 但是这个地方 两个波腹的当中一定有一个波节嘛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波节 那么就形成驻波 那形成驻波以后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驻波不会跑啊 它就静止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波呢 它是用来传递功 传递功 它传递能 也可以说它传递功率的 可是驻波呢 它不传递 但是你能量不断的进去以后啊 它就吸收这个能量 本来一般的行驻波 吸收能量以后 它就传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不会传 那吸收的能量做什么呢 就增加它的里头的强度 强度增加就是它的 振幅就会增加了 振幅增加 那横波也是一样的 我们昨天不是看到 男高音女高音 他唱大声一点啊 频率跟那个玻璃杯 自然频率相同的话 玻璃杯就破掉了 就说它这个能量 让玻璃杯吸收了 玻璃杯这个 它因为有一个自然频率 它就以自然频率在做共振 那么能量传进去 它吸收了这个能量 越吸收越多 那么它振幅越来越大 那玻璃杯很薄的玻璃杯啊 那你这个振幅一大 它就破掉了 那横波是这样 重波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 助波 好 那么我们看 因为这两顿是 坡结 两个坡结 构成一个 半坡 半坡长 或者两个坡户 也构成一个半坡长 两个坡结 当中的距离 也是一个半坡长 那么所以 这个是一个半坡长 那一个半坡长 等于它的 这个管 开管的长度 那么我们再把 这个频率 声音的频率 F乘Lamna 等于V F乘Lamna 这个就是Lamna F乘Lamna等于V 这个带进去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它这种状况的 频率 就是F1 它是第一谐音 也就是它的 Fundamental Frequency 基频 因为它的长度 是2L 这是基频 OK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再复杂一点就是 它 像这个最简单 是里头一个坡结 如果再复杂一点的话呢 它可能有两个坡结 两个坡结 于是这个就构成什么 构成四个 四分之一坡长 就是说 它构成一个坡长 构成一个坡长 那也就是说 L 这个长度 是等于一个坡长 那我们就 要跟这个 取得相同的形态 我们就用这个 二分之二Lamna 带到这个 Frequency 乘上Lamna 等于V 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 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F2 就是第二个谐音 照它这样看起来 第二个谐音呢 是第一个谐音的两倍 好 再复杂一点 就是这里头有 三个坡结 三个坡结的话呢 那么 我们 看到 它的长度 它有三个半坡长 三个二分之一Lamna F2 就等于这个值 那它是等于三倍的F1 这是第三个谐音 那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两端 借为开放的共振管 它的谐音系 为基频的整数倍 是基频的整数倍 F1 是基频 F2 等于两倍的F1 F2 这是F3 我写错了 F3 等于三倍的F1 等等 那么另外一种管呢 就是一端是开放的 另外一端呢 是封闭的 这个像什么 像我们吹的笛子 就是这样子 笛子你不能从这一头 看到那一头 它当中会塞了一个东西 在那里 那个东西啊 你不可以去动它 你以为 哎呀 这怎么塞了一个东西 在里面 把它掏出来 那不行 它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定位 它的声音就固定了 好 那么我们拿这种 来做一个代表 这一端是封闭的 这一端是开放的 于是空气 空气柱在震动的时候啊 从这边传进去的 行进坡 到达这个 这一端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说 全部都反射 于是在里头 就形成 柱坡的形状 因为这一端 坡可以自由的震荡 所以这一端是 接近于 坡负 但不是真的坡负啊 是不是坡负 我们要 要测 要检测 才知道 四分之一波长 那这就是四分之一波长 好 那就是L 整个的管长 等于四分之一波长 那我们带到这个F 等于V 就得它的第一个谐音 这就是它的基品 在这种呢 就是说 这边还是一个 就是说 这边是坡贱 这边是坡负 这是最简单的形状 那么这个是坡贱 这个坡负 那我们说 你中间还可能 会出现一个坡贱 有这种状况 这样的时候呢 就表示 这个是二分之一波长了 这个是四分之一波长 因此整个长度啊 就是四分之三波长 那我们带到 F-Lamina等于3V F-Lamina等于V 带进去 它正好是 等于什么呢 等于基平的三倍 那这种呢 就是说 波 波腹跟波节当中啊 有两个波节 那这个时候 你看这是 半个波长 半个波长 四分之一波长 那就是四分之五个波长 一个长度等于四 管长 等于四分之五个波长 那么 这个写错 这个怎么 这是F-2 这是F-3 这个是写F-3 这是F-5 F-5 那我因为 写这个 我是把这个东西 copy下来了 忘记改了 F-3 就是F-5 F-5等于五倍的F-1 五倍的F-1 那就说 它呢 它的谐音啊 只有第三个 跟第五个 没有第四个 再来就是第七个 没有第六个 那于是我们下个结论 就是说 一端开放 另一端封闭的 共振管 它的谐音器 为七频的 七速培 这是它的谐音器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各位在实验室都做过 应该做过这个实验 这是一个漏斗 很大的漏斗比我画的 这要大了 装水 好 那这边 这个是一个橡皮管 软管 然后就接着这个 是一个玻璃管 这一段 这一段是个玻璃管 你把这个软管 这一段 就是漏斗的这一段 提高 那这个水面就提高 你下降 水面就下降 因为这是连通了嘛 两边的水面 高度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控制 这一段的长度 这一段就是 好像是一个闭管 这一段是开的 这一段是固定的 闭管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一个音叉 放在这个 地管的上头 你敲它一下 通常音叉你敲它一下 你听不到声音了 在震荡 它一定要有 有个东西产生共振 那个声音放大以后 你才听得到 你把它敲一下以后 放在这里 你听不到声音 可是你就控制这个高低 让这个水位 比如说水位从上面 慢慢慢慢慢慢 降降降降 降到某一个高度 它开始有声音了 那就表示啊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柱坡 形成一个柱坡 那么因为它是 最简单的一个柱坡 最开头的一个 因此这个呢 就是相当于 它的七平 这个柱坡 但是不一定了 因为啊 如果你把它当作四分之一 坡长 那么这个应该是坡富 这个应该是坡洁 但是我们说过 这一端不见得是坡富 它只是接近于坡富 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一段 当作四分之一坡长 它是接近于四分之一坡长 那么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水位啊 下降 再下降下降下降 一下降它就声音就听不到了 再降下去到某一个高度啊 又听到了 那就是说 这个地方听到 水位到这里听到 再下来又听到 那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坡截 这个也是一个坡截 那这个坡截是固定的 它不像坡富 它是在这个管开口的附近 它就是固定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啊 当作是二分之一坡长 你就可以测出坡长 测出坡长以后啊 那如果你知道声音的速率呢 它每秒三百三十米的话 你就可以求音差的频率啊 那这是我们先了解它的物理现象 现在我们解的时候 就先求这个二分之一坡长 它是等于X2 像X1 就产生共振时候的这个长度 相减 它是等于二十个centimeter 好 所以坡长呢 就是四十个centimeter 好 那么 回到去用频率啊 那就用这个频率 乘上坡长等于速度 啊 于是频率就等于坡数 被 坡长来除 那么我们坡数 用三百三十公尺 每秒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Lamina 要用米 要用公尺了 所以我们这个 四十centimeter 它就是零点四 公尺啊 那么算出来呢 这个频率是 八百二十五个hertz 这个我想你们在实验室 应该都做过 好 再来我们就看 重坡的一种现象 我们看这个π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 两个频率相同的坡 在同一个介质里面行进 它在同一个时间 再产生于各位置的干涉现象 我们称它叫做空间干涉 就好像一根绳子 两个坡同时传坡 于是它就形成了 两个行进坡 两个行进坡 把它加起来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这个 总坡 那么这个空间呢 有的地方 政府比较大 有的地方比较小 有的地方 政府等于零等等 那这个就叫做空间干涉 空间干涉 那么另外有一种 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这就是以前讲的例子了 空间 那么像细旋跟空气柱 产生的柱坡 就是这种典型的 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有坡腹有坡结 有的地方是坡腹 有的地方是坡结 那就是空间干涉 那么另外有一种干涉的状况 就是说两个坡 它的频率 差那么一点点 差个一个Hz 两个Hz 三个Hz 不能差太多 那么这两个坡呢 行进 行进 戒指里面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于是这两个坡 在不同的时间 就是说这一秒 跟下一秒 跟再来的一秒 它的干涉现象会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加强干涉 就是相长干涉 有的时候是相消干涉 那么因为发生在同一点 只是时间不同 那么这个叫做时间干涉 interference in time 比如说你晚上 在一个教室里面看书 像以前我们念成大 都是晚上 在学校开放一个教室 开放好几个教室 因为图书馆不够用 那就在教室里面念书 很安静很安静 那这个顶上的日光灯 那个时候不是用这种小日光灯 用这种长的日光灯 它不是给你全开 或者省电 开一盏两盏 开一盏日光灯的时候 你会听到它那个 日光灯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transformer 变压器 会震动 你会听到嗡的声音 两个在一起呢 你关到这个开那个 那个也是嗡 听起来好像声音都一样 其实它做的时候 不会那么刚刚好了 总会有一点点差 你两个都开的话 那你就会听到 这个声音变成什么呢 嗡 嗡 会 会 会有一阵一阵的 这个 就说 又等于嗡 停止的时候 那这就是一种拍 好像打拍子一样 嗡 嗡 拍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怎么解释它呢 我们说 假定有两个深坡 S2 S1 这个是位移坡 它的正弧都一样 坡长也一样 只是呢 频率不一样 坡长也一样 但是频率不一样 好 那么 这两个坡 比如说从两个日光灯 同时传到你的耳朵里头 那就是那两个日光灯 传到你耳朵里头 那这个 你的耳朵位置 是固定的 所以 这个坡跟这个坡 就是不同时间的一种 相干 不同时间的一种干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是某一个定制 我们就当作是零好了 比较好看 这个是零 好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 S maximum cos omega 1t 这个就变成 maximum S maximum cos omega 2t 好 我们把这个 omega 1 omega 2 改成2πf f1 2πf2 用频率来表示 不是用这个 小频率表示 好 这个时候呢 应用重叠原理 这两个坡 传到耳朵里头 加起来就是合成坡 你把S maximum 提出来 这两个相加 我们把这个 合化基的三角公式 带进去 于是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OK 画成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边 括弧起来 就是把这个当作一项 后面当作一项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后面这个 f1加f2 被二除 就等于是 这两个频率的 平均值 我们说这两个频率 差一点点 所以它的平均值 其实就跟这个频率 跟这个频率 差不多 所以说 这个合成的坡的频率 其实跟原来 这个坡的频率 差不多 还是那个 on的声音 如果这个是1的话 如果这个前面 就是2s maximum 那就 声音比较大而已 因为它正乎是2s maximum 两个坡 重叠在一起 结果这两个 依据 加法原理 画出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有的时候震动最大 有的时候呢 震动等于0 那这就是泼腹啊 这个就是泼节啊 就是说 你在耳朵里听到呢 一家子 哇好大声 一家子 进去 哦 没有声音 然后又哦 很大声 然后又变成很小声 变成0 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 把这个式子 就说 这个是一个平均值了 frequency的平均值 跟原来差不多 前面这个呢 我们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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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来两个坡 那后来形成一个坡 就是这个 画出来图就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式子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括弧 中括弧里头的量 我们令它叫做s' s' 那就相当于一个正乎 那么 后面这一项 我们就把 f1 在f2 被二除 当作是s'average 平均正乎 那这个坡 就是差不多 跟原来的 声音一样 如果这个是固定的话 那就是 哦 出去的 但是啊 这s' 不是定值 它受时间的 影响 时间的影响 就是说 这个是时间轴了 有的时候是零 有的时候最大 有的时候是零 有的时候最大 有的时候是零 所以你听到声音 不会是 哦 这么平均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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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就是 最大 值的地方 没有声音的时候 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知道 可算的函数 或者是 算的函数 它一个周期里面 一个周期里面 有两个 等于零的值 有两个最大值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两次等于一 可算的话 可算零度是一 可算 它也 也是一 那么 它绝对这是一 那可算九十度是零 可算二分之三 它也是零啊 那所以说 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这个 好 余神 谈述 每一周期 有两次最大值 与零值 所以在每一个周期里面 耳朵可以听到两次 最大声 这就是一个周期了 一个坡长 如果是 一个坡长 如果这个是 T的话 这就是一个周期了 一个周期有两个 最大值 两个最大值 OK 有两个最喜 有两次 就两次最大声就对了 两次最大声 好 那么 我们听到了就是 嗡 嗡 我们就拿这个最大声来当做 一个调子 嗡 嗡 就两声就是 一马中 嗡嗡 两声就是 两拍了 好 那么 我们就说 像这个周期 它的frequency 是二分之 F1 这就是frequency 这样 这样 它 这一本是两次 两倍的这个 所以 这等于F1 就F2 因此 这个π呢 就是什么呢 两个 频率 差一点点的波 它频率差的绝对值 就是π数 就是π OK 这么过 频率差的绝对值 就是π数 好 我们现在 看一个立体 两个 一模一样的 钢琴弦 长是0.75公尺 长度是固定了 频率调在440赫尺 起初都是440赫尺 它怎么调 就是把这个 琴弦呢 眩紧一点 它有一个 螺丝 眩紧一点 好 那么 然后呢 把其中的一条 张力啊 调整 百分之 一 百分之一 那么就是把这个 另外一条弦呢 眩得更紧一点 那于是这两条弦呢 张力就不一样 张力不一样 它的频率就不一样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同时 敲击这两个弦 这两个弦 七频产生的拍数是什么 这个就是它的七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V over 2L V over 2L 这个是V2 over 2L 这个是V1 over 2L 好 2L都固定了 消掉了 就变成V2 over V1 那么弦就是 里头的是横坡 横坡的 横坡 它的这个速度 就是 更好 就是张力 配 单位长度的质量来出 还更好 OK 好 那个Mu交掉了 就是S2 of S1 就是两根弦的 张力 好 那么我们把S1当作是原来这边选 那S2呢 它张力要是S1的1% 就增加1% 那本来是1啦 本来就是一倍的S1 一倍的S1 那这个增加1% 就是增加0.0.10 0.10 0.10的S1 那这就是1.010的S1 这个算出来就是1.005 就是说F2啊 它是F1的1.005倍 那就是F2等于1.005倍的F1 两根弦的频率不一样了 那F2是等于这个 那么F1已经知道是440个Hz 那F2就是这个值 那它的Pi呢 就等于这两个X 绝对值 那我们就把大的减小的就好了 442减400 这就是差的绝对值 两个Hz 所以你可以听到两拍 我们说只能差一点点 你听得出来 差太多啊 你听不出来 一秒钟 有十次你就听不出来了 要是五次就听不出来了 因为一秒钟 哦哦哦还听得出来 哦 就听得不太清楚 哦哦 五次的话 你根本就听不出来 哦 这就是一个 一个例子 好 接下来要讲这个 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效应 叫做Dumper effect 比如说一部汽车 迎面而来 好像我们满街都是 现在有这个救护车啊 啊 冬天到了特别多 因为心血管疾病的人啊 在冷的时候血管收缩 很容易就会就会昏倒 或者是啊 产生脑冲血等等啊 救护车就来了 你听了救护车 你听了救护车的声音 它不会一致的 他说迎面而来的时候 声音越来越大 但从你旁边经过以后呢 声音又越来越 越小一点 就越来越沉 频率越来越小一点 那这种效应是什么呢 就是Dumper effect 它效应就产生在 声源跟听者 两个之间有相互运动 就会产生这种效应 因为这种效应蛮长的 那我就 我们就下次再来 感谢观看